早安 黃姑娘 你好 你好 康康媽咪 黃姑娘 你知不知道 婷婷剛剛做了大手術嗎 她現在還在醫院 我聽她媽咪說 是因為右腳軟縮和寬關節脫胃 是啊 其實婷婷媽咪也有跟我說 我不想像婷婷一樣 她經歷這麼大的手術 你可否快告訴我 怎樣才能防止身體軟縮和寬關節脫胃 好 由於康康的自主活動能力有限 加上她的不受控制的機張力 會導致她身體軟縮 然後引致她的關節脫胃 所以我們要注意 康康用適當的加據 維持在正確的姿勢 重點就是身體要對稱 有足夠的支撐 當然還要舒服 太好了 那可以教我怎樣做呢 好啊 媽媽 不如我們先走到那邊吧 好啊 現在我會示範幾個 平時如何擺放康康的日常姿勢 包括晚上睡在這裡 日休坐 和站三個位置 好 過來這邊 好了 康康我們慢慢躺下 媽媽 床褥不能太軟或者太硬 首先要幫助小朋友 在一個養餓的位置 首先放頭 肩膊 和身體在正中 特別要注意固定骨盤和寬關節 同時放鬆和伸直小朋友的手腳 膝蓋要向天 然後利用海綿墊去固定身體 寬關節 和加分腿墊 對稱感在兩隻腳中間 嗯 看起來都很舒服啊 是啊 但是有些小朋友不習慣養我 那你就要嘗試在她睡覺的時候 開始嘗試 又或者晚上她睡了兩三個小時之後 你就轉一轉她的位置 然後呢 循序漸進這樣每一晚 加長她在養我這個姿勢的時間 通常小朋友習慣了之後呢 就可以整晚都維持在這個睡姿了 好啊 媽媽 現在等我來示範 怎樣幫康康坐得好啊 好啊 首先 將小朋友的骨盤擺正 避免兩邊一前一後 或者一高一低 大腿和腰部要形成90度 用帶固定 然後檢查驅幹 可不可以穩定地直立和正宗 避免側彎 需要時 加上胸帶或者桌面板 雙手放在桌上 抓緊把手 再看看頭部 能不能夠固定 需要時 加上頭枕 最後 看看雙腳 能不能夠對稱地安放在座位 雙腳都要平放在腳踏板上 膝關節和腳腕都是90度 原來坐都需要注意這麼多細節嗎 是啊媽媽 如果坐得不好 會導致她脊柱側彎 但坐得好 小朋友便可以好好運用上肢和雙手 其實坐是日常最常使用的位置 包括媽媽餵食 小朋友去學習 或者玩玩玩具 都在這些位置 所以一定要坐得直 和坐得正 黃姑娘 其實我都不期望 可以走路 為何每天還要練旗呢 因為小朋友一歲之後 雙腳便要開始負重 這樣寬關節才可以正常地生長 而負重便可以幫助雙腳 建立骨質密度 肌肉張力高的小朋友 站在這裏可以幫助伸展雙腳的軟組織 和肌肉的根件 避免她的寬關節 膝蓋的關節 和腳踭的關節 軟縮 站在這裏可以幫助她血液循環 呼吸暢順 改善她腸胃的功能 和膀胱引流 原來站立有這麼多好處 那應該怎樣幫助安康站立呢 小朋友暫時不懂站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這個站架去幫她 小朋友要穿上鞋 如果有腳托 都需要穿上鞋 然後抱起小朋友 站在企架後面 企架前面最好有桌 或者桌面板 被小朋友伏在上面 雙腳平放在踏板上 雙膝放在膝蓋橫竿後面 然後貼上骨盆後的魔術帶 小朋友基本上就可以站起來 如果有需要 可以戴上胸帶和頭枕 站起來之後 要檢查雙腳有沒有平均負寸 身體是否對稱和挺直 還有媽媽 如果要避免寬關節脫位的話 每天最少要站一個小時 而每星期最少要站五天 知道了 我回去會照著做的 這些姿勢 都可以融入小朋友日常的生活裡 如果按時去執行 那你就不會忘記了 而小朋友都更加容易去適應和配合 如果每天24小時都能夠放在 這麼正確的姿勢裡 就可以避免身體軟縮 和關節脫位 知道了 多謝黃姑娘你知道 身體軟縮